哈喽朋友们我来了 今日体重125.8太神奇了 这体重竟然没有变 可能我昨天吃的比较高蛋白 今早我正在纠结不想运动的时候 姨妈来了 真是我的救星 一下子可以三天不运动了 可能因为我前两天本身吃的就好 所以没有很明显食欲变好的感觉 但我今天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 早餐拿出来最后一块玉泥欧包 自然解冻15分钟 然后准备用冷脆杯做一杯拿铁 倒入一袋牛奶 再放三小勺咖啡粉 组装好一起放进杯中 按键一按等它10分钟就好了 这期间正好把欧包也放到烤箱中 180度加热10分钟 今天的欧包用马鼠 一定要把握好火候 之后呢 看见现成的水煮蛋 没忍住又给自己做了一个鸡蛋沙拉 两颗鸡蛋剥皮捣碎 加入减至90%的沙拉酱 均匀的搅拌就完成了 上好这些时间 咖啡也萃取好了 欧包也加热好了 今日早餐就完成了 这冷脆杯萃取后还是会有沉淀 但并不会拉嗓子的那种 搅和搅和继续喝也是很好喝的 你们看我这新碗怎么样怎么样 朋友送的新残剧也是生日礼物 我这人有好东西就喜欢立马用上 下面就是吃欧包环节 说实话 我每次剪辑听自己咀嚼的声音 给我感觉很好听 扫地机器人进屋了 就是今早被扫地机器人给打扰了 我还等了他半天 等扫地机器人扫的 我马蜀都不拉丝了 枣树家我之所以爱他们家的枣泥 芋泥 是因为他们家的芋泥感觉只有芋头 会残杂紫树 你看它就淡淡的颜色 但其实市面上很多芋泥的东西 它都会掺紫树 就会有发紫 然后味道就真的没有这种纯芋泥的好吃 他们家我心中的Top1 他们家面包我要吃完了 还在思考下一家买哪家的 下一家我不准备买欧包 准备开始 贝果和可颂 吃完饭收拾了一下换个衣服去接弟弟了 我感觉这一身真的很显瘦啊 就是有点像跳舞的 穿个拖鞋可能就不像了 中午带着五姐和弟弟去吃了潮山牛肉火锅 小蒋一直以为我要带他去上课 路上差点给跑路 下午为了锻炼小蒋 让他尝试自己走回家 我和乌姐就在商场里逛了一会儿 看到一个非常吸引我的汽水糖 但我买了这个陈皮画眉饼 至于味道嘛 我就不推荐大家尝试了 原因呢 你们看小蒋的表情可能就明白了 回家没多活儿 我又开始吃东西 吃了一些玉米片 这家玉米片真的推荐 原味的和甜辣味的都很好吃 三点多小区群里忽然又通知全约核酸 疫情又严重了 连着做三点 楼下排的满满都是人 今天把我的花处理了一下 把枯萎的拿出来 根部剪一下 放到一个花瓶中 又是新的一树 感觉还是很好看的 最后就是我这泄了气的小气球 在家里到处飘 还看了看镜头 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咱们明天见 拜拜